一对新人九月底到花莲远凶月来饭店举办婚宴 结束后因为礼金以及其他现金超过80万 携带不变 饭店邓姓经理便提议代为保管 没有想到事后新人想拿回80万 经理却不断推脱 等新人请饭店直接开保险箱 才发现经理早已捐款潜逃 领取钥匙打开保险箱 取出里面抽屉 原本里头是一对结婚新人 寄放了80万 没想到打开保险箱 里头却是空空如也 也让新人好傻眼赶紧报警 邓贤表示会将该笔款项放置于 饭店财务室保险箱内保管 唯报案人要到饭店取回婚礼礼金时 发现保险箱内未有该笔款项 面对一望无际的未来还近 花莲远凶月来饭店 吸引不少新人前来 9月29号一对新人前来举办婚宴 结束后礼金加上现金超过80万 期待不变饭店的邓姓经理就提议 放在饭店保险箱中保管 期间新人想要取出对方以各式理由推脱 直到10月9号打开保险箱取款 这才发现邓姓经理早已卷款落跑 本分级获报后立即依背信罪受理 并将尽速通知邓贤导案说明已厘清案情 公司饭店都决定垫付这些所有的款项 都给当事人 所以消费者权益都没有受损 包括公司的营运也都正常 远凶集团强调 饭店会带店所有款项 至于邓姓经理的个人非法行为 仍被开除 同时也将追究相关的法律责任 也提醒民众饭店没有代管理经服务 不要贪图一时方便 钱财损失恐怕难以弥补 记者众号报道